你告诉我姐姐什么问题 我把两眼摆电厂的问题 我看在那个书上 书上反光 反到眼睛上 书上反光 反到眼睛上 书上 那个光线反光 反到眼睛上 然后呢 就看到学校的 桌子上 太阳光照到桌子上 或者是外面的光线 就背着太阳光 折射到桌子上 但有光线反射到眼睛上 有光线反射到眼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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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样的场景 就看了三十多年了 看了三十多年了 看了三十多年了 看到教设的桌子上 看到教设的桌子上 看到教设的桌子上的光线 反射到眼睛里面 反射了三十多年了 反射了三十多年了 反射到三十多年了 后来到了1985年开始 1985年开始 已经恨这个光线了 恨这个光线了 以前 以前好像 见到这个光线 有一种很清晰的感觉 见到这个光线 有一种很清晰的感觉 到了1985年了 到了1985年开始 感觉 1985年开始 感觉这个光线了 感觉这个光线了 很刺眼 感觉这个刺眼 而且感觉这个光线的背部 隐隐隐隐隐隐隐感觉出来 造进来 是腐败的那种 光线进来 腐败的光线进来 腐败的光线进来 这个时刻 就突然从1985年开始 感觉 这个光线 已经不像以前的光线了 社会到处充满着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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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突然就又发现了一件事 当自己那个大儿子 考上大学以后 进了学校以后 第一个又要写信过来的时刻 发现 既然说学费 还要自己交 实际上不是学费 生活费要自己交 但是胡在里面 感觉是学费要自己交 学费要自己交 学费要自己交 突然这个时刻就感觉到被移弄了 突然感觉到这个时刻被移弄了 大家不是人类一直在说 考上大学什么都免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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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原来我们也知道的一些 天山掉 几乎天山是掉馅饼的事情的 我自己的学生 以前考上大学的时候 竟然还有钱寄回家 上学的时候 钱寄回家 上学的时候 还有钱寄回家 一转眼才没几年的时间 一转眼也就四年的光景了 怎么国家就没钱了 一转眼国家就没钱了 一转眼时间才四年过去 国家就没钱了 一转眼四年时间 在国家就没钱了 要自己要掏生活费了 要掏各种各样的费用了 一下子才四年过去 才四年过去 才四年过去 国家就没钱了 他就这样想的 四年过去 国家就没钱了 慢慢慢慢就感觉 那个光线就暗淡了 眼前的光线就暗淡了 眼前的光线就暗淡了 以前的光线就暗淡了 他一直想着 这个钱到哪里去了 这个钱到哪里去了 在四年前 四年前比现在贫穷的多 还有那些大学生呢 很有钱 国家拿出钱来 让他们上学 怎么四年过去呢 大家都说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的时候 怎么上大学就没钱了呢 上大学要自己掏钱了呢 一转自己的钱还不够 自己的钱不够啊 这个时刻就发现 教室里看起来的 原来桌子上的那种 那种 那种 光线 越来越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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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一日 一日感觉 这个光线就带来光明 我们在农村里没任何出路啊 有出路的唯一 只有从教室里边 桌子上反出出来的光线 这就是未来的光明 这就是未来的光明 未来的光明啊 然后一日看到这个光明啊 看到这个光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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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从八五年开始感觉这个 这个暗淡无关了呀 暗淡无关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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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说一句话 以前的光也是细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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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啊 我们中国人民也是在为那些权贵服务 以前的中国人民也认为那些权贵服务 嗯 我们那时候在桌面上看到的反光啊 也是那是权贵的牙缝里边挑了一些东西出来 以前的看到那些光啊 也只是那些权贵啊 那些权贵啊 从牙缝里挑了一些东西出来 以前看到的那个 那些光 那些光啊 也是那些 以前看到的那些光也是那个 权贵 牙缝里挑了一些东西出来 也就是说胃口没那么大 挑了一些东西出来 嗯 那些权贵啊 挑了一些出来 所以啊 那是个感觉到似乎还有一条路的存在 那是个感觉到似乎还有一条路的存在 哎 师傅一条路的存在 你说 你现在想想嘛 你们整个一个班上 30到50个人 考上大约几个人吗 不到4个人 嗯 也就是说 那个光线啊 这个真的看到这个光线呢 也就不到4个人 真的看到这个光线呢 也就不到4个人 真的看到这个光线呢 也不到4个人 哎 说到不到4个人的时刻 那4个人的反观呢 反观呢就没那么强烈了 反观就那么强烈了 就比以前暗一点了 原来就是感觉 光门很亮了 整个教室就是一个 教室就是一个 通向未来 通向幸福的一条道路啊 教室啊 所以一直想到那个 这教室是唯一可以通向那个 通向成功的地方 唯一跳出农村的地方 但是突然就发现 不得尽力 然后你告诉他 那个权贵啊 从来没有向老百姓 施舍过 那个权贵从来没有向老百姓 施舍过 那些权贵从来没有向老百姓 施舍过 那些权贵从来没有向老百姓 施舍过 哎 说现在 儿子啊 能够考上大学啊 是因为在枯燥了 儿子考上大学 是因为现在枯燥了 学校是扩张了 但是 没有都放钱下去 学校是扩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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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国家没有都放钱 放到教育上面 学校是扩张了 但是国家没有都放钱放到教育上 现在变得深度做少了 正度做少 现在就是深度做少了 深了 合上了 合上度了 做还是那么 现在就是感觉深度做少了 正度做少 正度做少 现在 逼得你 要钱从自己家里拿出去 逼得你从自己家里拿出去 而且在没有你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之下 逼得你拿钱 就像被绑架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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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少几遍就像被绑架了一样 就像被绑架了一样 就像被绑架了一样 那些能够拿钱回家的是师范的学生 那些能拿钱回家的是师范的学生 一般的大学生呢 也根本没有钱拿回来 一般的大学生根本就没有钱拿回来 说到一个突然明白的 原来只是表面现场 只是师范的那些 考上师范的有钱拿回来 其他的实际上没有的是 突然感觉以前 在85年之前的教室里边的光 也没那么亮了 也没那么亮了 以前尽管闪闪的 发现以前就没那么亮了 你告诉爸爸 他说本来就没有那么亮 本来就没有那么亮 本来就没有那么亮 你在教室里承担的任务只是少忙的工作 你把教室里承担的只是少忙的工作 你把教室里承担的只是少忙的工作 你在教室里承担的只是少忙的工作 只是让中国的文盲术剪下来 所以说过的文盲 文盲 文盲 把文盲术剪下来 对 中国的文盲术剪下来 所以说少忙 所以你承担任务只是少忙的任务而已 你承担的只是少忙的工作而已 这个时候就发现教室里面桌子上的光线更暗淡了 更暗淡了 你承担的只是少忙的任务 你承担的只是少忙的任务 但是你赋予了走上金光大道的幻想 然后就感觉眼前的光线断掉了 从原来的和未来断了一起 断了一起 连不上的 连不上的 原来的承担的只是少忙 少忙 只是少忙 少忙的尤其是很低很低的 但是呢 八卦来斤斤 你想到了 要跳出农门 要脱离那个贫困 国家的希望 全部看在桌子上 桌子上拿的书本了 全部希望都寄出在书本了 然后你对爸爸说 我知道你 你把所有家庭和国家的未来都 只放在这个桌子和桌子上的书本上了呀 你把自己 把家庭和国家的希望都寄出在桌子和桌子上的书本了 你反复都强调几遍 你把家庭和国家的希望都寄出在桌子和桌子上的书本上了 这样的就感觉慢慢慢慢慢慢 国家的希望都寄出在桌子和桌子上的书本上了 但是那些权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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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想到的怎么把东西全部吞进他们的肚子里边 那些权贵只想到怎么把东西都吞进到他们的肚子里边 所谓的教育经费 所谓的教育经费 只是他们牙缝里边 挑出来一点而已啊 所谓的教育经费就是他们的牙缝里 挑出来的一点而已 这个时刻就发现以前的光啊 就没那么亮了 后面呢也没那么黑了 路差也没那么大了 那你慢慢慢慢说啊 这个国家是没有多少前途的国家 这个国家是没有多少前途的国家 他们呢不是在为人民造福啊 他们不是在为人民造福 他们在为他们自己权贵家族 在天传家伙啊 你看到的那些瓦是 他们不小心打碎以后 拿出来的碎片而已 你看到的那些瓦是 他们不小心打碎以后 拿出来的碎片而已 这个时刻突然 以前那些想象的那些静半长长更暗淡了 更暗淡了 但是那自己的眼光看得更细地了 感觉刚才出来的已经很暗很黑啊 几乎看不见的那些光就慢慢慢慢能看到了 而且那个看到的光线是实的 就实实在在的 就是脑袋越来越明白了 越来越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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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说一下中国贫困的是有原因的 中国贫困是有原因的 中国贫困是有原因的 老百姓和权贵啊 不是享受到共同的资源 老百姓和权贵不是享受到共同的资源 老百姓和权贵不是享受到共同的资源 老百姓啊 永远在底层 老百姓永远在底层 能够让你不饿死啊 已经算是开孕的了 能够让你不饿死已经算是 开孕的了 开孕的了 就算开孕的了 开孕的了 对 对 对 然而 这个时刻 给爸爸吓得去的 你说爸爸 我们既然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用不着 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出在书本上面 爸爸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 就没必要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出在书本上面 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希望 寄出在书本上面 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希望寄出在书本上 嗯 然后 通常讲句话 你看 现在 大家没有办法 但是还有个办法 对 大家没有办法 但是还有一个办法 你看 人家都是往国外走的呀 大家都往国外走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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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说你不要给友中那么大的压力 让他到国外走的呀 让他到国外走的呀 你只有离开了那个圈子 对 你说 你只有让他离开了这个圈子啊 才能 带来光明 嗯 带来光明 你只有让他离开这个圈子才能带来光明 你不要总是把眼光呢 放在眼前了 你不要总是把那个眼光放在眼前 你如果说总是要把眼光放在眼前 以为留在你身边 那是最好的选择的话 那么这就是人家所说的 数目乘光 你如果是要把他们留在身边 就像人家说的 就是那个那种数目乘光 真正的也就是说 你留在这里的话 只能从权贵牙缝里得到一点点四舍 这个四舍是不是落到你头上 还不知道呢 应该头上改成手上 这个四舍是不是落到你的手上 还不知道呢 这个四舍是不是落到你的手上还不一定呢 还不知道呢 这个时候你告诉爸爸一件事啊 你说爸爸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在95年的9月11号那天呢 有种吗 终于已经到了日本了 那哪个年呢 1995年9月11号 9月11号 9月11号 这个租金仓了 成功地成功的成土地那个田 田地的田 田地的田 好像妈妈看过去了 其他家里人都看过去了 爸爸扭了一个头发 好像对日本有成见 就没看 自己跟自己眼前又挡了一道墙 没看 因为教科书里一直想着 轻点 轻点 你的爸爸说 那是以前的事情了 那是以前的事情 我们现在也不需要讨生活 我们现在必须要讨生活 讨饭的讨 我们现在必须要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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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被书本餐的东西 都禁锅在里边的话 就走不出去了 你现在被书本餐的东西 一经过的话就走不出去了 好像他那个爸爸现在的眼睛的光线 光线好像他出来以后 绕着脑袋 绕了自己的脑袋三圈的感觉 绕着自己的脑袋三圈的感觉 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就看不见 就光线出不去了 他挡在那边 出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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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直接让他说一句这个本质 你说 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固意把那些知识分子的眼光看不到国外去 只告诉他们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只告诉他们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然后就告诉爸爸一件事情 告诉爸爸一件事情 你说听有中回来讲 他们回来的时候 那个海南老板 他临时想回国 临时想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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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提前回国 临时想回国 对临时想回国 他们都没有一定计票 他们都没有一定计票 只是前那边一个不是熟人的熟人 给机场打了个电话 就是他们不是熟人的熟人 给机场打了个电话 然后那个人把他们送到机场 然后那个人把他们送到机场 既然在几分钟之内 他们就登上了飞机 即使在那个情况 和国内的登机 完全不一样 其实跟国内的登机 完全不一样 在国内的登机一个 他们的疫情人员 千方百计让你凸下马 就是说在国内的地勤人员 地勤人员就检查那些机票 检查证件的人 千方百计把你凸下马 就是要找点路头找点 我们那边叫做招破 让你哪个环境上不成功 让你上不了飞机 但是突然发现日本 在日本那边那些地勤人员 千方百计把你找有利的证据 让你凸击 证明你是能够凸击的 但中国那边千方百计刁难你 让你登不了飞机 在电话里那个人帮忙订票的时候 把海南老板的字母拼出了 当海南老板订机票的时候 把任务什么拼出了 姓名呢 姓名在电话里打电话 打电话讲的时候 字母拼出了 姓名拼出了 姓名拼出了 然后如果在中国这个情况下 是一定登不了飞机的 而且这个由此造成的损失 全部要自己承担了 全部自己承担 不可能给你推机票 也不可能让你登飞机 那么地区人员一看 名字不对 但是呢 地区人员想的 哎呀 是我们接听电话的人 应该听错了 对 他马上脑袋地想 我们地区人员接电话的人呢 是接电话的过程当中 听错了 这个很重要 你说 那个 地区人员 检查的人马上认为 他马上认为 是我们接电话的人 对 把名字拼错了 就拼写 把名字拼错了 把名字拼错了 哎 拉住 拉住了 地区人员 赶 赶忙 在那张机票下面 写上了 有中的名字 这个时候 地区人员赶上 赶忙 在这张机票上面 写下了 有中的名字 来证明 这张机票是对的 但是那张机票写错的话 证明他们是一起定的 由正确的来证明 那张写错的差错 是他们自己的工作疏忽造成的 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从客户 从客户 证明 这张机票的差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从客户没有任何关系 从客户没有任何关系 而由此造成 由此造成给客户在机场 都停留了几分钟时间 来确认机票这个责任 在于地区人员 他们由此来说明 在机场都停留的几分钟时间 是由地区人员的差处造成的 是由地区人员的差处造成的 所以日本的地区人员 不断的向友中和那个海南老板 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给你签麻烦了 海南老板 道歉 道歉 对不起 给你们签麻烦了 对不起 给你们签麻烦了 你就是同爸爸说 你说 在中国如果机票上面 出了一点的小差处的话 你说 有没有人向你道歉 在中国机票上出了差处的话 还有没有人给你道歉 这里根本就 这机票就出费了 这里就出费了 你看 从这个习近三 我们听出来就完全两码事呀 这些事情看起来 完全是两码事 爸爸听到这件事情以后 好像他目光了 慢慢慢慢从前面 那都断开的 不想看的那个事情呢 连上了 慢慢慢慢怕以前那个 运进那个 就是日本的 国外的 就是教科上讲的 什么资本主义 资产天级啊 都是那种 被一面教育 把那个脑袋固化 做得像那个眼光 被那个脑袋转了 斗了几圈 慢慢慢慢就接轨上了 慢慢从前面的连上了 哎 你两个 两个 隔内一阵子 你对爸爸妈妈说 尤其是对爸爸说 哎 你说 哎 爸爸 我听 有中说 他回来的时候 竟然还带了好多人远回来 爸爸我听你有中说 他回来的时候 还带了好多人远回来 你说 我们前家这辈子都没见过 这么大数字的钱 我们前家 这辈子都没见过 这么大数字的钱 哎 就日本跑了一个星期 拿回来很多钱 哎 这个是 有你站在讲台上 要站几十年时间 才能挣回来的钱 这是您在讲台上 要站几十年 才能挣回来的钱 哎 那你说 你疼爸爸说 我们就分析分析吧 我们就分析分析吧 既然他能够 拿回来那么多钱的话 应该来说 日本的生活水平 不是我们先传的资本主义招 应该来说 他说日本人拿回这么多的钱 说明 不是 资本主义社会的 那么糟 糟糕的糟 那么糟 哎 因为我们的教会社团 总是先传 社会主义好 资本主义糟 哎 我们的教会社团 总是 千传 资本主义糟 你说社会主义这么好 为什么连上学 上大学 原来喜怒的 国家承担费用 怎么 适合被绑下来 还要自己来付这个费用 既然社会主义好的话 为什么 已经喜怒的 为什么 已经喜怒的 国家来承担费用 国家来承担费用 这个变成绑架了 必须要自己 套这个钱 所以 那种绑架的 必须要自己 套这个钱 哎 但日本 没有 必要 给我们钱 日本 日本 没必要 给我们钱 哎 但是啊 有种话 确确实是 把钱拿回来了 但是 他 确确实是 把钱拿回来了 哎 然后跟你说 哎 帝儿 我想起了 另外一件事情 哪 有种上学的 后半节 那些 那些钱 说日本 原来不但 给他寄的 上大学 后边 这些 这些年的 钱 原来不但 得寄的 哎 你说 既然我们 一直在喊 社会主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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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 听说 听友中 讲 谁私设的 在国内 谁私设的 钱给他 嗯 所以 只听说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他从来没借过 谁 国内 谁私设的 钱给他 嗯 国内 谁私设的 钱给他 嗯 你说 我知道的 给顾佑 有种钱的 就是 嗯 舅舅 和那个 姑妈 这只是考上大学的 时刻 就人家一次性 给了十块钱 或者几十块钱 我从来没听说过 其他人给 有种钱 但是听友中讲啊 到了日本以后 自带的姐姐也给了他钱 这感觉好像从我们知道的资本主义招啊 不是同马事啊 这感觉跟我们说资本主义招啊 不是一马事啊 哎 然后 这个时候啊 你就主动了 到爸爸那边 把脑袋上面 他的眼光啊 把绕着自己的 呃 头啊 绕了 绕了三圈啊 就像那个 纱布一样 就像纱布 把自己脑袋给捆住了 眼睛看不见了呀 就是那个光纯 就根本没看出去 现在就把它拔下来 就这个是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圣子人 那你这样 我背对着你啊 背对着你的情况 这样你放下就一直了 从那个 右边 让主边 在前面拔 对 捏死着 嗯 把那个这样拔 捏死着 哎 你把这个动作做出来 嗯 就是 我发现同样的 你从那个 右边 往前面 拔过去 你捏死着 嗯 然后从后面 再拔它 掰过来 然后再一圈 再掰过来 再一圈 再掰过来 就像一个纱布一样 把那个眼睛 全部糊住了 把眼睛 全部糊住了 哎 已经全部糊住了 哎 对对对 是一样纱布一样的 现在把它拿下来了 现在拿下来了 哎 你说爸爸 现在拿下来了 哎 你 你 你 爸爸说 爸爸 我 现在说 知道的 有种 看到的情况 从 你原来 书本上 介绍的那些 有种 看到的情况 和你书本上 得到的情况 完全是两码事 哎 因为书本上 介绍的情况 完全是两码事 哎 然后你说 在中国 现在的厕所 都叫毛坑了 在中国 现在的厕所 都叫毛坑了 哎 你说 记 有种讲啊 哎 在他那个 阳武家里边的 那个马桶上面 冬天 住场器是发热的 嗯 听有 就是 他这个阳武家里的 马桶 冬天 住场器都是发热的 哎 然后 你说 上面 还有 呃 有 温水 出来 冲屁股的 上面 还有温水 出来 冲屁股的 还有温水 出来 温干屁股的 还有温水 出来 温干屁股的 你说 我们的中国 其他人家庭 连一个 抽水 马桶都没有 我们家庭 在中国 很多家庭 哎 在中国 很多家庭 连抽水 马桶都没有 哎 而日本 竟然 马桶 冬天 都是发热的 啊 我们 中国 连抽水 马桶都没有 而日本 连马桶 冬天 都是发热的 哎 这么说 来 那个 资本主义 造 资本主义 造 啊 我们 我们是被 国家 移弄了 哎 我们被 国家 移弄了 哎 我们被 国家 移弄了 哎 你说 要不是有种啊 整说国门的话 我们稀里糊涂啊 家里 几辈子人都不知道 国外的情况 要不是有种 走出了国门 我们一样的 几辈子都不知道 国外的情况 啊 我们 一直 受到了 欺骗的教育 我们一直受到 欺骗的教育 我们一直受到 欺骗的教育 哎 受到欺骗教育的时刻 突然一下子 那个 以前那个 教室里边 那个 反光啊 光线亮度都反射出来啊 突然一下子 暗淡无光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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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说 你说慢慢慢慢 我从 一起祈祷啊 看到日本的小学生啊 都穿着 整整齐齐的校服 你说我们上学的时候 就只能叫 真的上 叫一山然里 我们上学的时候呢 简直就称得上 一山然里 哎 如果学校里边 有个文艺活动的时候 叫 几个学生 其实合唱的人 穿同样颜色的衣服 都没办法做到 教育如果是 合唱的话 找一些同样 颜色的衣服都很难做 哎 虽然那时候 为了要站到舞台上面 去大合唱的话 必须要到人家家里去借衣服 哎 这个时候就感觉那个教室里边那个桌子上的反光了 更暗了 更暗了 要让我们站在舞台 去要归进我们要穿同一的衣服 我们要穿同一的衣服 要穿同一的衣服 穿同一的衣服 但是国家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 但是国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帮助 却要求我们一心向着共产党 就要求我们一心向着共产党 连穿的衣服 不一样 都失去了站到舞台上的资格 连穿的衣服 衣服不一样 都失去了站到舞台上的资格 哎 你说这算什么玩意儿吗 这算什么玩意儿 哎 这算什么玩意儿吗 这算什么玩意儿吗 这算什么玩意儿 突然那个教授的那个原来的反光啊 那些金冠闪闪 哎 就不见了 金冠闪闪不见了 而自己啊 理解了这些脑袋里面的光线就强烈了 哎 自己的光线就出来了 这个意思就是自己的思维出来了 不像以前那个爸爸当老师的时候啊 灌售的都是共产党灌售给他的那些东西啊 来欺骗 他自己被欺骗了 然后又借爸爸的嘴巴 去欺骗那些学生啊 就欺骗这位的老百姓啊 给他的全部误导的信息啊 慢慢慢慢教授里的那些光线就按下去了呀 自己的光线 教授里的光线按下去了 自己的光线慢慢慢慢往前伸转了 慢慢伸转了 原来是自己没有光线的 慢慢一束光一束光一样的东西 就像一团面一样的东西慢慢往前推进来呀 慢慢往前推进来呀 原来就看不到就没有光出去 现在就慢慢往前推进了 慢慢往前推进了 这个就叫自主思维 自主能力 独立思考 自主思维 自主思维 然后那时候 当然那时候 姑姑还没电话 你就 你就给爸爸打个电话 你说有时候给你买好的机票 到深圳来看看 有时候买的机票让你到深圳来看看 有时候买的机票让你到深圳看看 然后到深圳一看 看到了高楼 原来从来没见过这些 看到了高楼 国外是很普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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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告诉一句话 你当了一辈子老师 从来没有国家给够你钱 让你蹭过任何一次飞机 你当了一辈子老师 国家还没给你一份钱 也没给你中国一次飞机 你第一次升上飞机 还是儿子从国外挣的那钱 让你蹭了一次飞机 你第一次坐飞机的钱 还是儿子在国外挣的钱 你坐的第一次飞机 这个时刻就慢慢爸爸脑袋里面 不再排斥了国外这几个词了 慢慢慢慢不再排斥国外这几个词的时候 眼光慢慢慢慢就放远了 眼光慢慢慢慢放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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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告诉爸爸 我们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 我们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 中国的教育只不过叫人家 设几个字而已 中国的教育只叫人家 认识的字以后 成绩就把一昧的内容就塞给你了 认识的字以后成绩就把没昧的东西就塞给你了 把一昧的东西就塞给你了 把一昧的东西就塞给你了 教学生认识字 然后他们的宣传机构不断地造谣 不断地造谣 不断地造谣 然后就每天都把那些谣言塞到自己的脑袋里面 不断地把那些谣言塞到脑袋里面 不断地 让那些谣言发出来 然后你自己去看 把那些谣言放出来 你自己去看 把那些谣言放出来 国家就是把那些谣言放出来 国家把那个谣言放出来 然后 你们学生 凭着认识的字 自己去看 把那些垃圾 张到自己的脑袋里面 把那些垃圾都张到自己的脑袋里面 然后把自己的眼睛也糊住了 把自己的眼睛也糊住 把自己的眼睛也糊住了 把自己的眼睛也糊住了 然后你说 一昧教育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一昧教育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而且一眼一跌了 而且一眼一跌了 然后你对他说 以后新闻年部 不用看了 以后什么新闻年部 对 以后新闻年部 不要看了 以后新闻年部就不要看了 那些什么网上的 什么经常教育也不要看了 那些网上的新闻教育也不要看了 你就这都看看几个笑话就算了 我都看看笑话就算了 谁给你的都是一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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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这大半辈子 你的大半辈子 在人家的欺骗当中 让你为他们干活 就是帮他们教育 然后把一代一代一昧传下去 你说 现在我们前家已经看穿了 现在我们一家 看穿了 我们现在一家把这些看穿了 然后你说 为了消除白内障 省先远离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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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电视机上面 那个晃荡晃荡的那个反光了 就是电视画面的反光 一直在眼睛晃晃晃的那个反光 慢慢慢慢就按下去了 慢慢慢慢按下去了 慢慢按下去了 慢慢按下去了 你说 我今天又把那个电视机啊 倒转过来 放在地板上 那我就把电视机倒转过来 放在地板上 这个怎么做呢 就把那个电视机抬下来 抬下来 然后转过来 背对着人 就放了 放了几个小时就放了 然后再抬回去啊 你空的时候这个动作做一下子啊 怎么做啊 电视机先从那个桌上面 两个人把它抬下来 抬下来以后 转一下前面后面转一下子 就是背对着大家 至少背对着在一个小时 让它稳定在那边 然后再把它抬回去 然后再恢复原样 就表示这个动作做了 这个事情就做了 最近的那个白内障 都是那个新闻联播什么之类的 电视里闪出来的那个光啊 电视里闪出来的光 把那个眼睛就照住了 在超过电视机以外的东西就看不见了 就前面是那些教员 把那个像纱布一样 把脑袋 脑袋 鼓住了 然后近期的就是 多数新闻联播 就电视里面发出来的那光线 为了把那个那个东西把它切断 切断的时候呢 回家的时候 就请人 请人把它抬下来 从那电视柜上 桌子上抬下来 抬下来以后 那个前客 转一下 放在地板上面 放在地下 至少放一个小时 然后再放回去 这表示同一个世界 一个年代 告别 这个就是一个告别的意思 一定要做 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然后就慢慢慢慢就脑袋里 把这个事情呢 另一遍一个慢慢慢慢就把眼前那个 那些白内障白内障 原来是这样来的 然后就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把那些消除掉了 这个听明白了吧 好 那那我这个这边先挂了这个